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Work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是第五章PLCQ基础的第一次课 我们将要学习的就是PLCQ程序块结构 在学习PLCQ程序块结构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PLCQ SQL语句我们都知道 它是数据库世界中的一种通用语言 就像英语一样 SQLSOAR数据库有TSQL 那么Oraq就有PLCQ PLCQ实际上是Oraq在标准SQL语言之上的一种扩展 PLCQ就像C,C++或者是加瓦语言一样 它既可以写条件语句,也可以写循环语句,可以声明变量长量等等 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完整的逻辑编程语言 接下来呢,我们学习PLCQ程序块实际上就是在学习PLCQ如何来进行SQL编程 好,先来看一下一个普通的PL程序块的结构 所谓的一个程序块其实就有很多句的SQL语言 构成的一个独立的功能模块 接下来我们可以来到这个PLCQDeveloper下 新建的是一个SQL窗口 还是连接的Score的Tiger用户的几张表 好,接下来我们写上Declare X int 冒号等于100 接下来Begin End 在Begin End之中呢,DBMS output点putlan OK putlan什么呢? X等于连接X 好,在这里我就写上了第一个PL程序块 接下来这个程序块怎么运行呢? 选中它,执行 但是执行就不像以前一样 在底下会有表格 因为我这里没有操纵表格 我这里只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putlan翻译成中文就是输出一行 输出一行什么信息呢? X等于X的G 好,接下来我们点击第二个选项卡 输出选项卡 输出X等于什么呢?100 好,除此之外 我还可以输出什么呢? 输出一个Hello Word 大家都用烂了的 Hello Word 依然也是输出 好,执行一下 看一下输出 既输出了X等100 也输出了Hello Word 这个呢,就是PLCQ的一个程序块 当然,当我们观察这个程序块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些变绿色的关键字 比方说第一个关键字 Declare 第二个关键字 Begin 第三个关键字 End 第四个关键字 Int Int的话,大家如果有其他的编程语言的基础 就会比较了解 Int是一个数据类型 整形数据类型 那么Declare是什么意思呢? Declare是声明的意思 Begin是开始 End是结束 Declare声明呢 其实是声明变量 也就是说Declare跟Begin之间 是一个变量声明的部分 而Begin和End之间呢 则是程序块的正文 真正写程序的地方 当然我这里程序比较简单 就是输出两句话而已 好,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一个标准的PLCQ的程序块 是什么样的结构呢? 跟我刚才的基本类似 就多了一个Exception 请记住 首先是Declare Declare之后是声明变量 我可以声明一个 或者是多个变量 紧接着Begin代表 程序块的程序正式开始 End代表整个程序块结束 Exception呢 是程序在执行过程中 如果出现了异常 就会跳到Exception这个地方 来执行接下来的语句 这个呢 就是PLCQ的程序块的结构 同学们可以试着写一下 你们的第一个 PLCQ程序块代码 好的 那么我们本次课就到这里结束 下次课再见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